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講我們臺灣 中文經濟三達 今年是高達五百億 台北的經文高中有一個前景 所以 台北是第一的 中文美容的經營班 今年就開始要來做學生 要來做四十的 而且是保證就業 也就是 必業絕對不會失業 這段時間 當時學生必業 開始在找頭路的時候 劉動部有著要鼓勵學生 必業就來就業 所以推出到鋼勵政策 這個二十九歲以下的 這個應改比業生 那是在同一個老闆那裡 同一個萬半年就是六個月 可以有獎勵三萬塊 那是在同一個老闆那裡 做三個月就獎勵兩萬塊 小孩愛口很難帶 不過現在 中文更多 日後一幾年 臺灣中文的數量 差不多有兩百八十三萬隻 十二歲以下的小孩 差不多有兩百七十七萬人 中文率比小孩更多 一年三月有五百營 營營是時候 台北京文國中 今年就成立 中文美容紀念經營班 國際要收四十個學生 要斷念中文鑽 他的詢問率非常的高 而且已經有八個同學已經登記好 他是永遠有工作 不怕沒錢賺 希望說有些孩子不一定要練 馬上去練大學 可以直接就這一個產業 來直接做一個練解 耶 依照真理金行調查 疫情尚到今年必須生 求這個心情 求這六八年來的新家 只有八聲是想要去吃頭 路動部冠軍刷一下 如果是二九月以下 應該必須生在同一個 頭嫁的公司 集結三個月 可以領兩萬塊的獎勵 如果是同一個顧助 集結六個月 就可以領三萬塊 國際可以照顧八萬人 準備要花二四營 如果是做的是 如果是泡立抗體 特定的借助業 還是照顧的 服務業 可以助業領領 政六個月 每個月會發五千塊的獎勵金 每半年計畫一千塊獎勵 如果是做十八個月 也就是當勞 相關的獎勵金 有十萬八千塊 希望說 如果沒有人跟你照顧 路動部 可以給你購